他的名字叫梦想 叫希望 他渴望家的温馨 学校的温和 社会的温暖 成长本快乐 烦恼却不少 成长的故事 乐中有痛 有一个这样一个真实的案子 这是发生在03年 咱们的这个沈阳警方抓住一个犯罪人 这个犯罪人身材只有一米六零 非常瘦弱 但是经审讯警方非常震惊地发现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个子 他居然在沈阳繁华的地区 比如说苏社区 街心花园 先后扎死几十人 那么这个扎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了抢劫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人他作案的这种心理是怎么形成的 当时这个人非常残忍 其中有一次他扎的就是一对情侣 他把男的扎死以后 女的当时就给跪下了 就求他说我家里救我一个独生女 我父母怎么怎么样 求你饶了我 我不会去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叫王强 他当时对这个女的就是两人唠叨了有二十分钟 他后来想我还是不能饶了你 我不能让你活着 因为你活着对我就是危险 他只是对这女的讲了一句 说我让你死得痛快 最后他从后心一招搭进去把这女的扎死 后来他事后在交代过程当中 他也讲他说我曾经有过这么一次善念 但是最后我还是没有放过他 那么我们就要去解析这个人 他为什么变得这么没有人性 他曾经犹豫过 但是仍然没有放掉他 这么一个弱女子 他居然仍然要把他杀掉 原因在哪呢 我们看看他是怎样一个成长过程 这里头他曾经有一段自我的描述 在我的记忆中 从来没有感受过家庭的幸福和童年的快乐 爸爸是个赌徒 他一天倒完的赌 赢了就喝大酒 输了就拿我妈和我哥俩撒起 不是打就是反跪 遗跪就是反跌 妈妈实在受不了了 和爸爸离婚了 我跟了爸爸 但他根本不管我 他把我扔着了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也不管我 动不动就打我 13岁那年 我才上小学一年就 我们看这个孩子多可怜 在这时候他完全是无助的 他所依赖的环境对他是什么样子 他13岁才上学 上了一年多我就不上了 我们可以理解 那班里的孩子都比他小 那么整天就开始在外面瞎溜达 我先是到了铁岭 肚子饿了就向别人家要 晚上睡在火车站 票房子他叫 就这么过了半年左右 有一天我看有一箱 有一个火车拉了一车厢的都是草袋子 他说我就爬了上去 迷迷糊糊睡着了 等我醒的时候到了沈阳 就这样一直到我被抓 十几年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沈阳度过的 我们看他这个描述 然后他后来又谈到他在沈阳是怎么度过的 刚开始是和着其他小伙伴乞讨 连偷带抢 后来呢 因为这个抢被少年管教了 管教出来了以后 他虽然已经接近了十七八岁 快成年了 但是他真的是一无所有 没有知识 没有受过任何好的教育 那么你想他怎么生存 他最习惯的就是混在社会上 去以这种方式得到钱财 不是偷就是抢 所以他很快又抢 但他讲了 和别人一块抢不安全 所以他后来改成自己干 而且呢 凡是抢绝不留活口 因为抢的人都 被抢的人是能够见到自己的 这么一个人就这么发展成了一个 杀人不眨眼的一个人 所以呢 有很多研究就指出说 暴力人格始于童年 一个人不可能三十五岁一天 突然从一个正常的人 变成一个完全邪恶的人 所以暴力人格呢 是怎么形成的呢 它的关键就在人的童年 那么很多研究都指出说 一些家庭外表看似正常 实际上的问题正多 比如说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有障碍 冷淡 有距离感 互相排斥 最后概括一句话就是 这些暴力人格 往往是在童年时代 被剥夺了一个 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 爱 结果呢 他们用自己的一生 为此付出代价 而社会呢 也为此付出代价 很多无辜的人 被他们杀害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出 综上所述就是 未成年人问题 它是成年人造就 正是因为它先是弱者 所以弱者的抱负 往往更为残忍 更为强烈 成长本快乐 烦恼却不少 成长的故事 乐中有碰 未成年人的问题 常常是成年人造就的 每一个偏离正常轨道的孩子 几乎都有着一段 不平常的生活经历 这是一则 来自大墙内的声音 我多想永远依偎在妈妈的怀里 因为那里最安全 最温暖 那里没有孤独 没有歧视 没有仇恨 没有暴力 可这永远不可能 妈妈的离家出走 让我变成了一只无助的羔羊 成长的故事 告诉您 保护孩子的理由 那么我认为呢 对未成年人保护 它是利于这样一个宗旨 什么呢 就是说未成年人 它需要保护的原因是 它是弱势群体 它是年龄上的弱者 这个年龄上的弱者呢 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大致上给它归纳 这样四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弱呢 体现在人 他一出生 在他的早年 他是相当的无助 我们说人出生以后 他头不能抬 身不能翻 他唯一的一个本事 我们把它叫做 吸轮反射 也就是说 当你一个东西 轻轻地触及 他脸上的某一点的时候 这个孩子会迅速地 把嘴转过去 这叫吸轮反射 也就是他准备一个 吃奶的一个动作 然后还有一个哭的本能 他所有的问题 都以哭来表达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这种对人的这种 依赖就非常的强 所以人早年这种 他的这种弱 也就是他不能言语 不能表达自己 他也不能自食其力 那么需要他人的抚养和帮助 而这个早年的抚养 我们以为这只是简单的喂奶 错了 这个阶段对他来讲 对他的一生 对每个人的一生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个重要呢 是在人的心理上 那么这个问题 我要展开讲一下 那么心理学呢 曾经做过一个 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呢 就是在孩子一出生之后啊 拿出各种各样的物品 从他眼前走过 看孩子的注视时间 那么就发现孩子呢 因为他很小 他睁开眼睛时间很短 当你一个新鲜东西 到跟前的时候 他会有一定的眼神的盯住 叫注视 那么他们发现 不同的材料 注视时间最长的 是模仿人脸的一个面具 换句话讲 人天生的就对同类 有着一种特殊的感知 那么这种感知意味着什么 就是小孩一来到这个世界上 最吸引他的就是人脸 而这个人脸呢 当他一出现 他就会有一种满足 比如说吃饱了 然后呢 底下湿的尿布被换掉了 甚至呢 给他变换体位 把他抱起来 使他感觉到非常舒服 所以呢 他渴望人脸 这个人脸的这种渴望和期待 当他在抚养人和孩子 互动的半年之后 孩子就出现了一种 依恋的心态 但如果说这个依恋的对象 没有 或者很少 那么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没有是什么呢 比如说有的孩子 父母出生了以后 因为孩子有什么问题 得扔在了医院 那么医院呢 今天这个大夫来喂奶 明天那个护士来喂奶 来的都是穿白大褂的 但是他们是不一样的人 所以孩子呢 最后慢慢在长大 到半岁了 到一岁了 到一岁半的时候 他会觉得跟谁都行 但是跟谁都不亲 这就属于 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依恋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只形成 对一个人的依恋 比如说这个孩子 家里没有别人了 是一个老爷爷 把他从外面 给捡回来的一个孩子 弃儿 那么这个孩子呢 他所长大过程当中 抚养他的就是这个爷爷 这爷爷如果当这孩子 五岁或者八岁去世 这个孩子的依恋对象 就会消失就是中断 那么这时候孩子会 他还没有长大 他心理上还需要 这样依恋一个人 这个依恋对孩子 有什么样的作用 为什么对他心里 这么重要 作用就是说 刚才我们讲 一个是他见到这样 熟悉的脸 他会很高兴 他情绪会稳定下来 第二他有一种安全感 大家知道熟悉 和安全感是相关的 那么如果说 他找不到这种安全感 他就会出现一种惊恐 出现一种这种反应 是非常警惕的 或者甚至是不愿意 轻易地表现自己的 那么我们会看到 有些孩子 他从小的这个 抚养过程当中 有一些原因 导致孩子出现 一些心理问题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曾经有一个 清华大学的大学生 在北京的动物园 拿硫酸浇熊 这个案子当时发生了以后呢 北京市民非常的震惊 我们一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 怎么会去伤害一个 那么憨态可爱的熊 那么当时也有些记者问我说 这个大学生是一个 什么样的心理 我后来我跟他们分析这个人 我认为他不是故意去伤害熊 他不是说这熊伤害过我 我要去害他 而是什么呢 人都说熊的嗅觉好 我怎么才能证实 这熊的嗅觉好 也就是说他的思路 是在一个问题 在一个困惑当中他去做 所以他最大的一个缺陷是什么 他没有这种移情的能力 他不会想熊一旦被娇伤了 那种疼痛感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孩子的情感方面的 某种移情欠缺 一定和他的抚养方式有关 那么后来我们看到 这个孩子 他的母亲是个单亲 就是他的家庭是个单亲家庭 他是由母亲带大的 母亲对他要求很严 母亲为了让他好好学习 只要他一外出 就把这孩子从小就锁在家里 除了后来上学 这个孩子他自己后来讲到 他长大的记忆 就是眼前的一个书桌 然后就是家里的窗户 通过窗户看到外面 所以他学习很好 他喜欢 唯一能看到活的东西是生物 这也是他后来 为什么对动物 对生物这么感兴趣 但是他脑子里没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他只是想到 这个问题我怎么想怎么去做 然后我要怎么得到一个答案 换句话讲 这种抚养方式 因为他接触不到人 他只是一个单一的依恋 因此他的情感方面是有缺陷的 所以我刚才讲 有很多人 他的这个后年 就是以后成年的问题 往往是他生活早期造成的 成长本快乐 烦恼却不少 成长的故事 乐中有碰 童年是快乐的 然而这种快乐 没维持多久就破碎了 八岁那年 爸爸和妈妈开始闹离婚 当时的我感到那么的无助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离婚 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抛弃我 这是一名从少管所出来 多年后的成功人士 撰写的回忆录中的一段话 童年的记忆是刻骨铭筋的 家常的变故 往往会给孩子 带来久久抹不去的阴影 成长的故事 告诉您 保护孩子的理由 那么第二个弱呢 体现在他的童年 童年呢 一般我们只是一个孩子 他的学龄的早期 也就是说 他的小学这个阶段 我们知道小学生是很容易被侵害的 因为他首先他的身体的这个体力 包括他的智力 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弱的 所以这个阶段呢 他对家庭 对父母是相当的依赖 那么这个依赖呢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人 早期的这个依恋现象 到这个时期还是在延续 那么如果我讲有些家庭 比如说我这孩子一出生 因为工作关系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自己带他 我曾经让别人带了一段时间 但如果在这个阶段 就跟我讲他 12岁之前 青春期之前 已有条件的话 带回身边 还是一个弥补的过程 这也就能弥补你前一部分的缺失 如果说这一阶段 我们仍然 就是不是自己的母亲亲身带这个孩子 等到他12岁 就12岁再回来的话 即使是亲生的孩子 他也很难和母亲建立一种 就是很好的情感关系 那么孩子他虽然是很弱小的 但是他很关注周围的人 对他的态度 这个时候呢 如果家长和老师 对孩子给予爱心 我以前曾经跟一些老师座谈 我就提到过这一点 就不同的阶段 我们对孩子的教育重点不同 在小学的教育 应该是父母式的教育 就要有一种情感的关爱 那么到大学没必要了 对吧 大学我们这老师来了就讲课 下了课加入书本就走了 没必要去关心哪个孩子 有什么困难 但是在小学不一样 我们不仅仅要关心孩子 还要关心孩子的家庭 因为这个时候呢 孩子特别需要帮助 这个过程呢 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些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这个家庭出现问题的 比如说有些婚姻之后 生完孩子 过个四五年父母离异了 恰恰是在孩子该上学的前后 那么这个时候 孩子就会出现什么呢 当他去学校的时候 同学之间一比较 或者被同学知道 自己没有父亲 或者没有母亲 他们会有一种 不明白的感受 那么这种感受呢 是什么呢 他们会纳闷 为什么别人都有父亲 有母亲 而我只是有父亲 或者只是有母亲 那么有些孩子会问父母 而且他们会跟父亲 或者母亲要另外一方 但是呢 有些孩子会出现什么呢 当他问完以后 因为成人在这种问题上 也无法去回答他 他就开始不问了 不问的这种孩子 更具有一些心理问题 他会感受到什么呢 我的这种家庭是特殊的 这种特殊性 他怕别人知道 因此他会在同伴交往当中 开始减少和人家接触的 这种频率 然后减少表达自己情况的 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他就开始变得内向 变得自我压抑 所以在这个阶段 他不像成年人 比如说一个大学生 他的父母离异了 他觉得那是他们俩自己的事情 他可以理解 但是作为一个小学的这个阶段 童年这个阶段 他很难理解 所以如果家庭在 他在人的这个年龄破裂的话 对于孩子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所以有些父母闹离婚 有些人认为离婚只是 双方当事人自己的事情 有些很多人强调 婚姻只是感情问题 我说错了 如果说结婚之后没有孩子 婚姻就是两个人自己的事情 如果当你结婚之后有孩子 那么婚姻绝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 一定还有第三个人 而且这第三个人 是没有选择权的 他是没法参与意见的 但他是需要你们双方的 所以我说 如果我们的孩子正在这个年龄段 我建议一些父母 应该考虑到孩子的情况 来克制自己的一些问题 那么很多研究都发现 就是我前面讲的 一些有着心理障碍 有些行为问题的儿童 你比如有些孩子 走到街上 会给人家把玻璃砸碎 会做一些故意破坏性的行为 这些孩子我们讲 为什么这么小就这么饿呢 他不是 他是有情绪 这个情绪往往来源于 他家庭的感受 他往往看到父母不和 由最初的恐惧不安 到厌烦家庭 看到缺父少母 他们由最终的悲哀和委屈 到产生一个 以自己最亲近的 被自己最喜欢的或者最亲近的人 抛弃而无言见人的感受 他们在这种背景下呢 会慢慢地产生一些怨恨 产生对人的不信任 最后产生对人的敌视 所以有时候你 我们研究犯罪问题 就会看到 一些人到成年 他的一些心理问题 往往就源于他的早年 这个阶段也是相当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孩子他太弱小了 他这时候太需要你们父母双方了 所以我常常讲这个 我们在讲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吧 我觉得做父亲做母亲都有责任 当这个时期呢 别太自私了 你要想到你对孩子的责任 和对孩子的保护 不是有钱就能把孩子养大的 情感的抚养 有时不亚于物质的抚养 成长本快乐 烦恼却不少 成长的故事 乐中有碰 未成年人的认知极为有限 他们很多的不良行为 习惯的养成 都与成年人的言传身孝 有着直接关系 我们来听听这位少年的心声 成长的故事告诉您 保护孩子的理由 第三个问题呢 是孩子的这种 未成年人的弱势表现在什么呢 表现在他们的认知能力上 未成年人呢 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 他们的认知能力 还没有达到成熟的水平 所以即使孩子后来 出现一些性格上的问题 比如自私 冷漠 无情 或者懒惰 好吃懒做等等 这个问题在哪呢 也不在孩子本身 仍然在成年人身上 为什么 因为人在小的时候 他一个行为反应 他往往以一种 最简单的方式表达 当这个方式有效的时候 他就会重复这样的行为 我们知道小孩 最开始表达是什么 是哭 再大一点会闹 闹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比如撕东西 摔东西 甚至不吃饭 甚至怎么样 那么这个过程呢 大人呢 往往在教育当中 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理念 没有一定的方法 不能让孩子知道 他自己错在哪 不能让孩子知道 哪些行为是不可为 那么当孩子一旦 形成了某种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认识 甚至形成了一定不良的行为 习惯的时候 你发现 你再改变它 很难了 所以有很多家长跟我讲 我这孩子毛病很多 这个比如说 什么事也干不到底 好吃懒做 我说 好吃懒做不是天生的 一定是你在教育他的过程当中 出了问题 这个时候呢 孩子不能辨别 父母哪些行为是对的 但父母应该能够辨别 哪些行为是对 哪些行为是不对 所以即使孩子出现 性格上的行为习惯性的问题 仍然是他的成年人 对他的教育保护不到位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个观点 就很多人认为保护啊 就是完全是一种爱 完全是一种满足 完全是把它包起来 不对 有的时候保护呢 也代表着一点狠心 也代表着一些惩罚 换句话讲 适度的惩罚也是一种保护 那么这里头刚才我讲 孩子认知能力他不到位 他对自己的行为对与错 他不懂 他只是根据你大人的反应 来发展 或者来克制自己的某一个行为 所以呢 我们如果在保护当中 错误地理解保护的概念 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去保护他 也会造就孩子的问题 所以呢 这是第三个 也就是孩子的认知能力的弱 成长本快乐 烦恼却不少 成长的故事 乐中有碰 这是一个连续杀害17名少年的 杀人狂的自白 我十二三岁 我十二三岁时看了一个录像 叫自由人 讲的是一个杀手独来独往的故事 从此我梦想自己成为一名杀手 第一次杀人后 心里有一种喜悦感 自己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未成年人辨别是非和抵御外界诱惑能力的弱效 让许多孩子一步步走入了歧途 成长的故事告诉您 保护孩子的理由 第四个弱是体现在 他这个未成年时期 人对于外界的辨别和抵御能力的弱 刚才讲对成年人的行为方式的辨别弱 这是讲对外界 也就是说在未成年时期 很多的少年 甚至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 都会容易成为犯罪侵害的对象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案子 在03年 河南驻马店当时有一个叫黄勇的 这个黄勇 他把一些少年从网吧骗回家 一个一个杀害 他骗的都是17岁到21岁的孩子 那么这个年龄段 我们一般称作青少年了 也就是18岁以前我们称为少年 18岁之后就已经进入到青年了 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容易被骗 那么更何况再小的孩子 也就是他们对外界的辨别能力 那么辨别的主要是对社会的 纷繁复杂的人的辨别 我们知道人心叵测 坏人包括犯罪人 他不会在脸上写字 我是爬手 我是杀人犯 他会在外表看跟你相同 甚至他有微笑 甚至他有甜言蜜语 那么作为成年人 我们是有一定的这种准备 就比如防范犯罪的一些思想准备 对于孩子来讲 他没有见过很多的事情 他往往想不到一些问题 因此他们也容易受到侵害 而且这些年我们大家也看到了 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侵害 这个是外界的 比如说小学的女孩被老师猥亵 那么中学的男孩被人抢劫等等 除了刚才我讲的这个抵御能力 除了外界的这个侵害之外 还有一种侵害 是来自父母的善意的侵害 我们知道未成年这个弱势 他表现在哪呢 他有很多事情 他不能自己做主 得由父母来做主 比如我想看电视 父母说 蹭 电视关了 你不许看了 你该写作业去了 那么这个孩子就没有理由 自己再去摁电视 他只能去写作业 那么如果说 这个父母要是很多方面 比如说你这个学习为什么这样 你这个老师为什么今天又说了你 你又怎么怎么怎么样 甚至有些父母呢 在这个善意的教育孩子当中 施加一些暴力 那么很多孩子往往在这个时候 他们是无法和父母去对峙的 我们甚至发生这样的案子 大家可能在报道上都看到过 母亲为了让孩子好好学习 一顿痛揍打得孩子肾衰竭 那么像前不久 北京电视台还公布了一个判决的一个案例 也是一对父母 为了教育自己的儿子 最后把他伤害致死 那么也就是说呢 即使像这种特殊的爱 往往也会让我们的孩子承受不了 因为他是弱者 所以呢我们讲的这个未成年人呢 他不管是在你故意的伤害当中 还是在你善意的教育当中 有时候都会受到一种 就是他无法抵抗的侵害 他是一个弱者 所以呢这个保护刚才我讲 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保护 我们既要关注 很好地去抚养他 更要注重我们在教育当中的方式 也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孩子出了问题 一定是大人的教育 或抚养方式出了问题 这个抚养孩子 它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很多人都比喻像一棵树 这个过程是不可逆向的 什么叫不可逆向的呢 每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问题 一旦错过这个阶段 可能你要用更长的时间去弥补 甚至不能弥补 早年的情感 依恋的满足和缺陷 这个东西一旦造成缺陷 可能会对它终身有影响 那是不可弥补的 因此强调这个问题呢 就是鉴于这个成年人 和未成年人之间的力量不平衡 我们才制定法律 来保护未成年人 同时鉴于人的成长 不可逆转性 社会才以法律的方式 指导并且帮助单一作战的复养 好 今天就讲到这儿 他的名字叫梦想 叫希望 他渴望家的温馨 学校的温和 社会的温暖 成长本快乐 烦恼 却不少 成长的故事 乐中有痛 2000年 浙江金华一名叫徐丽的高中生 因其母亲对自己学习成绩要求过高 而将其母杀害 2002年6月16日凌晨 在中关村 有一个叫兰吉祖的王八 发生了一起人为活灾 被夺去生命的大部分 都是在校举手 这场无情的大火 不仅吞噬了24条年轻的生命 也彻底 焚毁了他们的青春 和父母的期望 在这次轰动京城的纵火案中 两个纵火犯是长期沉溺于王八的中学生 他们分别只有12罪和14罪 社会当中 这个犯罪对人们造成的危害 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种危害呢 它往往是不确定的 也就是说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可能会撞见犯罪人 那么这个犯罪人呢 他只要撞见你 我们轻则财产的损失 纵则呢 就是身体的伤害 甚至性命 所以人们对于这个犯罪问题呢 是非常的 一方面是深恶痛绝 另外一方面也非常恐惧 那么就提到一个 预防犯罪的问题 那么有些学者呢 就专门对这个问题 做了一个调查 那么在社会当中 对社会危害最大的是哪些人 是哪些犯罪 结果他们调查的结果发现呢 主要的是两类人 一类呢 我们称为叫惯犯 一类称为累犯 那么惯犯呢 一般是指 反复实施同一类犯罪的人 那么反复实施同一类犯罪 比如扒手 他每天的活就是上街找人家的钱包 对吧 那么他一天少则几起 多则十几起 入室盗窃也是这样 他可以在一个月 在一年之内干几起 或者十几起 或者数十起 所以呢 这类犯罪人呢 他是决定犯罪数量的一类人 那么还有刚才我们讲 另一类是累犯 累犯是指什么呢 是指他受到了法律的处罚 我们讲 叫受过刑事处罚 然后呢 在释放之后的 法定期限内重新犯罪的人 如果说一个人因为盗窃 被判了五年 因为抢劫被判了七年 或者十年 等下端被判了七年 双刀 以后